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推出了 即刻就能游玩 还有微软Xbox欢庆20周年 不只端出了更多向下兼容以及纪录片 还意外端出了Halo的真人影集 还有提前上架新游戏的多人模式 此外R星Rockstar也意外的口碑翻车 新推出的GTA三部曲最终版 没想到一点都不最终 问题满天飞 游戏竟然跑得比原始出版的还要烂 到头来这一切都是手游惹的货 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感谢本期由Code.Shop赞助播出 Steam的特价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想买的游戏一堆堆 但是没有信用卡怎么办 或者和我一样 有信用卡不能刷怎么办 这个时候专为游戏开发的Code.Shop 就可以帮上忙啦 Code.Shop 和 Riot Nihoyo Tinder 还有许多游戏都是官方合作伙伴 提供多元的支付方式 像是LinePay 电信小儿支付 Gash 最重要的是不用注册 不用登录 所有的操作还有图文教学 轻轻松松简单不啰嗦 Code.Shop可以让你不着痕迹的 清空愿望清单 下方资讯栏有连结还有更多的细节 欢迎点击查看 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开始这次的游戏新闻吧 Riot 拳头旗下的 League of Legends 英雄联盟 自从2009年推出以来 就成为了游戏中举足轻重的一款游戏 不只游戏有频繁的内容以及角色更新 更直接促使了电竞这个产业的蓬勃发展 最近几年 Riot 更是把英雄联盟这个系列 当成像是Star Wars这样的IP来经营 把IP授权下放出去 让其他人来为这个广大的世界观 还有许许多多的游戏角色 做出各种的影集还有游戏 除了能够更丰富其中的游戏世界之外 还能够更好的讲述游戏之间的恩怨情仇 建立起玩家对这些角色与整个英雄联盟世界的认识 像是最近Netflix上推出的动画影集《奥树》 就是在讲述吉英科斯与艾菲这两姐妹的出生来历 以及他们怎么转变成游戏中的样子 《奥树》这个影集一共分了9集 在各位看到影片的当下 最后的3集已经在Netflix上推出了 如果还没看过的朋友 这篇我们真的是相当的推荐 建议可以一口气把它看完 不只音乐跟画风都相当的优秀之外 身为从2009年就开始玩《英雄联盟》的老玩家 实在是相当的感动 RIOT对《英雄联盟》的规划也不仅于动画影集而已 在11月17号 RIOT旗下发行部门 Riot Forge与任天堂合办的发表会里面 一口气就公布了4款以英雄联盟世界为背景的游戏的发售日期 这其中有第三个人称的动作冒险游戏 Song of Nunu 联盟外传 Nunu 之歌 正是由曾经开发过解谜游戏的 Rime Tequila Works 工作室所制作的 玩家扮演的是寻找失踪母亲的小男孩 Nunu 在英雄联盟世界中的弗雷卓尔大帝与血怪威朗普一起结伴冒险 这款会在2022年上市 感觉游戏的故事应该是蛮扣人心弦的 另外还有一款2D平台动作游戏也会在2002年上市 以拥有时光回缩能力的艾克为主角的 Convergence 联盟外传 聚合 场景设定是在符文大帝这个世界当中被污染的城市佐恩 玩家需要扮演艾克使用他的时光倒流能力 在自己的城市即将被毁灭之前拯救他 此外还有两款游戏是公布的当下就直接上市 马上就可以玩到 像是RPG游戏 Ruined King 联盟外传 陨落王者 玩家可以在这款单机的回合制RPG当中 把游戏中的各种知名角色组成队伍 一同探索符文大帝 并体验特殊的回合制对战系统 以及音乐跑酷游戏 Hextech Mayhem 联盟外传 海克斯施序 控制魔法暴护专家希格斯 每一个动作都有爆炸效果 在科技之都皮尔斯托跟着节拍大炸特炸 从这些新推出的游戏我们可以观察到 Riot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人手不够做不来了 又或者是不擅长做其他类型的游戏 所以Riot Forge就以发行商的名义 直接找到现有的工作室 让他们以擅长做的游戏类型 套上英雄联盟的世界观以及主角 用已经做好的引擎 直接在那基础上面做出新的游戏 这样的方式 不只游戏制作时长会更短 知名度还会更高 比起这些工作室自己做的游戏 销售想必也会更好 对于Riot来说 除了有新的英雄联盟游戏可以提供给大家玩之外 也透过这些游戏更完善符文大帝的世界观 以及提升英雄联盟这个IP的知名度 完全是个双赢的局面 真的是蛮聪明的 这时候就反观暴雪 嘿嘿 微软的XBOX为了欢庆他们推出以来的20周年纪念 在11月15号这天举办了一场20周年的特别发布会 会上面充满了许多怀旧与惊喜 像是找来了曾经跟比尔盖茨一起为初代XBOX揭开序幕的巨石强身作为特别来宾 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巨石强身比起20年前的巨石强身 除了头发不见之外 Size整整大了一号 变成了超巨石强身 不知道20年后的今天 巨石强身能不能再次登台 然后进化成更大只的巨石强身 超 而XBOX似乎是花了相当多的精力 在完善整个游戏库向下相容的功能 这次庆祝初代XBOX发售20周年的同时 也宣布了会有70款初代XBOX上面发售的游戏 现在在XBOX ONE 还有XBOX Series X 跟 S 都可以正常的游玩 当中有11款甚至还会支援最新的FPS Boost功能 此外 XBOX还计划在12月13号推出一系列的纪录片 Power On 介绍所有当初微软开发XBOX的心路历程 像是其中遭遇的各种来自内部外部的问题与压力 如何在不被众人所看好的情况下 建立起的XBOX这个品牌 这当中会提到许多外界不知道的故事 以及当时参加过开发的成员的访谈 甚至还会讲到XBOX变砖块的三红事件 这个我是生生有感 毕竟我就是三红的受害者之一 跟初代的XBOX一同推出的游戏 Halo 同样也是迎来了20岁的生日 而Halo也真不愧是亲儿子 让XBOX端出了许多的好料之外 也宣布了真人拍摄的XBOX影集 即将会在2022年上映 还宣布了原本预计要在12月8日推出的 Halo Infinite 最后一战无限 游戏当中的多人模式 直接提前上架 在11月15日当天就可以开始游玩 而且这个游戏的多人模式 还是完全免费的 想必一定会影响到 同样也是在最近发售的 Call of Duty 以及《战地风云2042》 这两款游戏的买气 感觉EA跟暴雪动势都被微软摆了一道 这年头复科版的游戏越来越多了 有的是花了心思做出的诚意满满 有的则是没什么新意 差不多的东西端出来就要卖玩家全新的价钱 之前暴雪就曾经有 《魔兽争霸3重制版》这个超负面的案例 一度成为了Metacredit上最低分的游戏 现在游戏开发商Rockstar R星 似乎是没有从暴雪的案例中学到任何教训 又或是单纯是不甘其末 想要夺取这个倒数第一的美名 新推出的《GTA三部曲最终版》 一整个大翻车 而且还翻得很彻底 其实从游戏的正式发售之前 种种的迹象都开始显示 这款游戏似乎有点鬼啊 除了没有任何的媒体或是频道 提前拿到试玩版本之外 连官方都几乎没有放出什么实际的游戏画面 只有丢出一小段对比画质的影片 而且如果把这段影片上传到YouTube上面 还会被Claim被黄标 很明显的R星就是不想要在游戏发售之前 给太多人去细探这款游戏 那想当然了 跟2077一样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大家怀着期待的心情 想要以更好的体验来回味当年的经典 抱着辛苦赚来的钱钱去换来的 居然只是一个毫无诚意的复刻 各种不自然的模组动作 连20年前BB弹般的枪声音效也都保留了下来 这个都没关系 卖的就是情怀 原汁原味我懂 OK 但实际玩起来 大大小小的问题 游戏体验感极差 数据编码没有清楚干净 破图 超烂的下雨特效 人走一走 遁地了 被车一撞卡墙了 各种重大的bug 导致游戏无法正常的游玩 而且这些还只是PS Xbox Switch 等等家机上的玩家体验 PC的玩家更惨 不能从Steam买 只能从R星他们家购买就算了 在游戏刚推出来其他玩家都在玩的时候 PC的玩家是连玩都不能玩 原因也是超纯的 是因为R星自己的游戏启动器坏掉了 这个游戏启动器很诡异的 一修就是两天 修好的时候 R星又贴出了公告 因为游戏中有一些意外放进去的内容 所以目前GTA三部曲还是不能玩 甚至还不能购买 很快的 有些玩家们就透过挖掘游戏中的档案资料 发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除了游戏里面有版权过期的音乐之外 还有一堆开发团队做游戏时候留下来的笔记跟资料 像是抱怨其他部门写的城市太烂 或是内部所使用的谜片岛的代号等等 随着游戏的上市之后 越来越多问题浮现在台面上 各种Bug搞笑迷影影片开始大量的在网络上流传 很多人也开始在就责 这么烂的复刻版到底是谁做的 一查才发现 负责复刻GTA三部曲版本的工作室 Growth Street Games 原来是一家专门移植游戏到手机端的公司 而GTA三部曲当中出现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各种画质上的缩水以及莫名其妙的Bug 都是因为整款游戏是在手游的基础上做开发 所以原版里面没有的问题 才会在这次的三部曲中冒出来 其实原本这款GTA三部曲里面的内容 是要以免费的形式送给所有买次世代GTA5版本的玩家 但是阿仙可能觉得一头羊仔两次更划算 为了赚钱就把三部曲单独拉出来再卖给玩家一次 只是这个吃相太难看了 先是强迫下架了许多忠实玩家制作的旧版MOD 然后又下架了Steam上面三部曲里面 所包含的三款旧GTA游戏 让想要玩旧版本的玩家 别无选择只能买他这个新的三部曲 结果新的三部曲又做的这么烂 还比不上玩家自制MOD的版本 愤怒的玩家当然也不是塑胶做的 直接在META CREAT上面副屏洗好洗满急起直追追上了暴雪的史上低频0.5分 算是又是一起成功的负面案例 真的不知道这些游戏公司在想什么 是不是想赚钱想疯了 不停的想进各种方式来砸自己的招牌 想麻烦各位观看到这边的朋友顺手可以帮这支影片按个赞 这样能帮助影片更容易被推送出去 先跟各位说声谢谢你 接下来按照惯例打一个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通常都是通过游戏制作团队设计出来的视角来体验游戏 但如果换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视角 那些我们在正常游戏中看不到的地方到底藏有什么秘密呢 这边我们推荐国外的YouTuber Shazes这个频道 他专门探索所有游戏里面那些镜头看不到的地方 这一次他探索的是最近才刚出的银河战士生存恐惧 玩起来是2D的游戏 但其实整体都是3D建构成的 看起来很帅很霸气的BOSS 底下看不到的地方居然就只是一颗球 而游戏里面的过场动画也真的都是及时运算的 原本第一人称的过场动画 变成了第三人称来看的还是帅 影片跟这位YouTube的频道连结 我们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不是广告的广告就先到这边 这边在额外宣布一着好消息 感谢微软官方以及节约 每周提供2张14天的XGPU卡 来给各位偷闲加油站观众做抽送的活动 抽送很简单只要在下方留言 针对本周的任何一篇新闻或游戏趣闻做评论或感想 就要符合抽奖的条件 详细相关的规则以及开奖的时间 我们会放在置顶留言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过去的一周 有哪些新游戏可以玩吧 Hextech Mayhem 联盟外传海克斯思绪 是RIOT 新推出的英雄联盟系列当中的其中一款 当中的角色设定 世界观等等的 都是来自英雄联盟 这是一款音乐跑酷游戏 剧情是在说魔法爆破专家 希格斯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炸弹 玩法也简单好懂 配合音乐节奏 按下对应按钮键盘 来穿越重重的障碍 击败敌人 一路乍进皮尔斯托弗城市 如果节奏够好 反应够快的话 音乐当中还有隐藏的节奏 都按对了才会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分数 游戏在17号已经上市了 全程的游戏时间大约是3小时 目前Steam上面的评价有70%是可以好评的 看起来差评大多数是在抱怨 按键不能自定义 如果喜欢玩节奏游戏的话 应该还算是一款及格的小品 《云落王者》同样是Riot新推出的英雄联盟系列游戏 这款是回合制RPG 故事围绕着好运姐和伊罗伊这两个人过去的关系 还有布朗姆 派克 阿里 亚素 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由组成队伍 共同探索热闹的比尔吉沃特 前往神秘的暗影岛 解开夺命暗户之谜 游戏时长大约19小时 目前Steam上面的评价是83%的好评 大部分评价说是一款中规中矩的RPG游戏 有小bug 但是不影响游戏 喜欢英雄联盟的玩家 就算不是RPG像 应该也不会失望 游戏主要是对英雄联盟的世界 人物有更深刻的描述 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 游戏的美术 音效 配音 都是水准之上 Battlefield 2042 足足花了3年的时间开发 而且未来让DICE能够专心开发PVP的部分 还把单人剧情战役给移除了 对战模式有7张超大的地图 更狂的是支援128人64打64的超混乱战场 战地风云入口是个新模式 算是一个大型地图编辑器 里面有很多战地风云系列的经典地图 玩家可以从素材库里挖喜欢的 做出独一无二的地图 还有一个类似大逃杀的模式 危险区域 可以由6-8队的4人小组一起参加 只要抢到目标 顺利撤离就可以获胜 因为这款有黄金版终极版 可以在11月12号就玩到 一般版的是19号 听说 听说 有不少的灾情 除非是有真爱 不然建议停看厅 又到了欢乐的游戏去玩时间 爱尔登法环在过去一段时间 开放了许多玩家测试游戏 测试版本能玩的东西非常的丰富 能打的Boss也相当的多 其中就有在预告片里面 以及实际演示片都有出现的飞龙Boss 网路上有一位玩家在遭遇这只Boss的时候 意外的录到了超妙的画面 飞龙很帅的兔人玩家蛮灵火之后回到山崖上面 但是不知道是踩到肥皂还是脚麻 脚滑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他就摔死了 好了 本集的偷闲加油站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小铃铛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者各类的游戏新闻 都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CO爸爸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莫名其妙变热了 尤其是到了下午 那个膝塞是真的扛不住 但是又不想要开冷气 录音嘛 怕吵 所以我就穿了一条内裤在录音 录到一半 岳母敲门进来 然后说 哦 不好意思你在忙哦 我说 哦 没有还好啦 我在直播 当下就发现 靠 我讲错了 我想要解释的时候 岳母就 哦哦哦那你忙 然后就迅速的关门退出 有像一脸茫然的我 我说完啊